想知道当红的话题用英文怎么说吗 跟着News ABC听时事学英文 Come on everyone 躺着滑手机啊 很容易造成眼睛的攻血不足 导致眼睛视力偏差耶 天哪这么严重 没错 睡前滑手机的杀伤力真的很严重 尤其是撤躺这个姿势 会导致左右眼压迫力大 长久影响下呢 眼睛会有膨胀感 必须要长时间的治疗 才可以恢复健康 所以我们不能在睡前 用不正确的姿势玩手机哦 不但会伤害眼睛的健康 睡眠受影响后 更容易导致其他疾病 应该要避免长时间 使用手机好好珍惜眼睛健康哦 那我们现在就用刚刚的新闻 来学一些单字吧 刚刚在新闻当中 我们提到的睡前不要玩手机 那手机的英文单字是 cell phon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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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现在我们就用手机 来招一个例句吧 We can use cell phone to do many things We can use cell phone to do many things 那这一个例句的中文意思是 只说我们可以用手机 做许多事情 下一个减少 R-E-D-U-C-E Red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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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刚刚在文章中有提到呢 我们就是睡前的时候呢 尽量减少玩手机的次数嘛 所以我们现在用这个减少 来招一个例句吧 We should reduce the time of using the cell phone before we go to sleep We should reduce the time of using the cell phone before we go to sleep 那这一个例句的中文意思是指说 我们应该减少睡前使用手机的次数 好那下一个单字呢 是POSE 知识 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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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识 那我们在平常拍照的时候说的POSE 也是这个知识 那现在我们用POSE 来招一个例句吧 Don't play the cell phone in incorrect poses Don't play the cell phone in incorrect poses 今天的英文单字 你们都学会了吗 那提醒各位朋友 睡前千万不要用不正确的知识滑手机哦 多去户外走走才是王道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